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TVBeam的頻道 不是真的經過,我們都不知道原來太昌餅家都開了冰室 我們再看看他的官網 香港島有兩間分店,九龍分店有三間分店 新界就有四間分店 相信只有省口這間南風店的太昌餅家才有冰室 大家都知道太昌餅家是香港的老字號 1954年已經在香港的中環百花街開業 當時以彈撻辭名 1997年的時候還被當時的港督彭定康譽為 世界上最好吃的彈撻 1997年 久違了近五年新鮮出爐的蛋撻 得不及待的眼神想伸手拿,但又縮回來 繞揚了一會兒,彭定康終於可以吃一口 除了吃蛋撻,還為餅家主持分店開幕 所以太昌餅家都成為香港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 我們今天來到全香港唯一一間 應該是,除非不是 的太昌餅家冰室 看到他門口外面的招牌,推介都頗吸引 瑞士汁脆皮乳鴿 海南泡椒酸菜魚片米線 還有很多特色的口多屎 看到我都心心眼 不要說太多了,馬上進來看看 什麼環境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就記得給個like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你們的好友 好,等他們都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 抵買抵玩抵食的最新資訊 多謝 雖然這個是冰室 但它的裝修設計是下懷舊的紅磚長風 好像一間舊式的茶點酒樓一樣 還有一對金龍鳳在招牌兩邊 很有氣勢 它的桌椅椅椅也是很有古典氣色的木紋桌椅 座位都很闊 所以坐上來都頗舒服 看看它的餐牌 這幾款特色登場的確是頗吸引 好,那我們就要這三款 瑞士汁脆皮乳鴿 海南泡椒酸菜魚片禮線 60塊 台灣小鮮草紅豆冰 跟餐就加9塊 再叫多個馬來西亞泡多士39塊 另外更多杯凍檸茶都是加3塊 他們這邊都很方便 可以自己用電話自助下餐 其實這個趨勢都應該要是這樣的 減少很多 有時聽錯話下錯誤 下錯誤的情況 首先來到的是瑞士汁脆皮乳鴿 還有這個炸脆皮的盒子裝著它 旁邊還有少少伴碟的沙律菜和車尼茄 給了兩隻手套,自己手撕來吃 因為它是剛剛炸出來的 所以是非常熱的,大家要小心一點 因為它還有很多汁漏出來,非常汁 這樣手撕吃乳鴿真的很少試 通常都是已經切開一塊塊給你了 這樣你可以拿來手撕,乳鴿也是另一番風味 它這塊脆皮也可以吃完 如果有酸汁點一下就更棒了 這個海南炮椒酸菜魚片米線 看起來賣相都好像不錯 還有很多配料感 魚片,花生,木耳,芫荽,蒜菜和泡椒粒 首先我們看看我們的主角魚片 吃起來都是沒有魚腥味的 因為它已經吸了酸菜魚湯的精華 肉汁就非常滑溜 配上它這一口泡椒酸菜魚湯來喝 因為不是很辣 所以都能喝到魚湯的香味 如果喜歡吃重口味的話 我想它就不是你想像正宗的四川那些超辣 咦,這一粒泡椒仔很可愛 大家敢不敢試? 咬開來試試 它是酸酸的辣味 不是綠色的泡椒超辣的 所以它吃起來都很開胃 我們來到甜品的部分 馬來加洋多士 這件烤多士真是好烤 它是一塊牛油 早前去新蒲乾吃不到菠蘿油 今次試試這個鴿鴦牛油多 它這個綠色的鴿鴦醬都很香爺香味 但就不算是甜爺爺 配上這麼厚切的牛油 還要在半溶和味溶的中間 軟和硬的口感膠纏 真是一個非常滿足的甜品 我們既然來到泰昌 又怎麼少得吃它的酥皮蛋撻 現在在做一個堂食優惠 逢星期一至五 我們來這裡餐廳堂食 為顧不會一份套餐 都送王牌酥皮蛋撻一件 原價是10元 我們叫了兩個餐廳就有兩件 大家看到它的酥皮真的有很多層 不是渣樓攤 蛋漿都非常滑溜 不是超甜的口味 適合現在減糖的生活模式 最後當然要喝一杯台灣燒鮮草紅豆冰 跟餐價9元 正價就要25元 它的燒鮮草和紅豆冰的份量都幾多 我們吃到底還是畢極都有 畢極都有 畢極都有? 哈哈哈哈 我們看回它的餐牌 其實它的下午茶套餐都很吸引 希望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來試吃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帶你們搜羅身邊有什麼 值得玩、值得吃、值得買的東西 可以訂閱我們 按旁邊的小鈴鐺才看 跟貼我們最新的情報 還有記得留言、讚好 和分享我們的資訊給你的親朋好友 大家記得追蹤我們的IG 就可以一箭雙雕 同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 謝謝 拜拜 謝謝